中東不僅有一個火頭 還有一個火頭 是嗎 熱到著火 熱到著火,不是火燭的火 是耳朵打到導彈 是嗎 5月5日後,全世界都很容易 出現一個最高溫的五月份 師傅 又是一字記之時間 尚未開始,我又要讚你 這次讚就不是讚的 這次就要頒獎狀給你 為甚麼呢 我又拿回你的通勝出來 好 你們不要不相信 師傅是我撩他出來 告訴大家這個世界會發生甚麼事 他不是一個術數佬 你不要標籤他的術數佬 風水佬,他不是 其實我們兩個 是在說預言給大家聽 又有預言 又有預言 你的通勝 2021年這本 其實我看來看 是十個2021年的大事預測 是 我們這麼多集中 大家找回 其實師傅在十個預測 大事預測中了九樣 還有一件 還未中 還未中 我便想一下 是否搞錯 你都不可以拿一百分 原來那個人都中了 那就是第二項 第二項 他就說 搶毒肆藥 搶毒肆藥 例如霍亂 什麼 洛玉克病毒 你那些 我不知道什麼 這些醫學名詞 好了 原來 抄襲 真的 台灣在二、三月的時候 有一個腸胃病 腸胃病其實在網上 已經流傳很久 不過他們工方沒有報 也沒有人去理 那些東西 每個人都在想著 冠狀病毒 他搞得很好 終於爆大鑊 現在就好了 原來他們的醫院 他們的台灣醫院 他們輻射 而去醫院診病的人 二、三月 是有接近14萬人 我給你一個正確數碼 138462人 沒辦法吧 大佬 作個號碼出來 買碼也沒那麼準確 師傅以後不叫你做烏鴉 徐師傅說得很準確 你一定要做一個10A師傅 10A 你中狀元 以後我們叫師傅 就叫做10A師傅 或者叫狀元師傅就可以了 好嗎 好了 那些閒話表過 也都派成績表 下次都派成績表 下次不知派什麼 因為你十個都中了 真是煩 找我來搞 因為我們這一集出門 是6月11日 6月11日 對 到我們第二集出門的時候 中間卡拉有兩個日子很重要 是 一個就是6月10日的日食 對 對 一個就是6月14日的端午節 是 我知道你有很多關於日食 端午節 那些什麼 你就告訴我的粉絲 和觀眾 聽聽 好嗎 今早起床 就心血來潮 就作了手打油詩 就上了自己的Facebook 不厲害 有時候心血來潮 我都喜歡在Facebook上寫一些東西 如果你們有上我 看我Facebook的話 你都會看到 我就寫了一個打油詩 四句而已 就是說 天上兩枝針 地下兩枝針 四枝一齊來 就全球都打針 哇 好了 為何會令到我要說這些東西呢 就是這樣 今年是新丑年 新字 更新的新 最終是埋味的 我們叫做原針 原針 在術數上 就是一枝針 是 一踏入芒種 就甲五月 甲又是一枝埋味 這是天竿上的兩枝針 甲和新 我們就叫做原針 地支也有 地支有兩枝針 一枝就是五 紫秋人某臣子 五味的五時的五 又是一枝針 是 新時的新 是 又是一枝針 即是天上兩枝針 地下兩枝針 是 我為何說 四枝針一齊來 原來 芒種那天 就是新丑年 甲五月 甲新日 哇 如果你說 天干地支加起來 這裡已經 一、二、三、四、五枝針 芒種那天 就是下午十八點五十二分 再過多八分鐘 就踏入蜀時 蜀時在那天 就是甲蜀時 天干是否四枝針齊曬 地支也是兩枝針見到 如果你說真的要數針的話 就是六枝針齊曬 天上有四枝針 你說巧不巧呢 聽說中國大陸在一個很短時間之內 打了一億之針 有六種疫苗 很厲害 是應了這個 即我們稱為象 所以我們觀天就是觀象 看地就是看應 我們術數就是這樣計算 這個就是當一個閒話地說 即是說 這個世界為何這麼巧有些東西 又配合得到 也不是閒話 你正在教授 你好像在上課 指指針刺到應 哈哈 好了 你說順日子說 我們這一集是6月11日出現 未出街之前 就是6月10日 日蝕 今次的日蝕 很多人都有些名字 就是火環日蝕 金環日蝕 其實所有日全蝕都有一個環 因為月球比太陽小 和你這樣吸起來 一定會漏邊 太陽是金色也好 紅色火環也好 金環日蝕 火環日蝕 不過有到好 不是幸災樂禍 只是想告訴大家 今次入環日蝕 香港也見不到 那算是托賴 也不是怎樣太影響香港 記得有一集說特朗普 別人叫他不要去看日蝕 他去看日蝕 如果去看日蝕 未來三年會很嚴重 至於連總統也輸了 其他國家會更多影響 還有一件事要說 我想留在Patreon的會員 我想特別跟他們說 今次的日蝕 其實是跟羅喉聲很大關係 還有一會兒我會問你羅喉聲是怎樣影響 金融市場 是的 我有事會問你 留在最後才說 好 一跳就跳到端午節 14號 端午節就要說了 大家都記得我曾經跟你們說過 有一個叫做鹹水毒雨 端午節出了一個新水 即不是出了一個新 即是一向都有 但很少人說的 端午節人家都說油龍舟水 是的 那些東西而已 甚麼水 還有甚麼水 網上如果你們去找資料的話 有可能你們會找錯 因為我看到有九成的資料 即是說那天油龍舟水 有甚麼新葬力見 又說甚麼下雨也好 其實完全不是 只適合一半 因為為甚麼呢 我找過醫書 那個就叫做金門記 這個金門記是比本草項目更早 李時珍都看這本書 看完之後覺得這件事很正確 都引回自己的本草項目 那裏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五月五日午時有雨 急伐竹竿 終必有神水 匿取為藥 這樣 五月五日即是農曆的五月五日 沒錯 即是農曆的五月五日 端午節 還要午時 如果那個時候 剛剛是下雨的話 那他會吩咐助手或者書童 即刻去後花園斬竹 在竹裡邊是有水的 即刻要倒出來 沒錯 儲起這些水 篩過雜質之後 這些水就可以食用入藥 用來製藥 對 真是有病醫病 沒有病強生 這個就叫做端午神水 就不是外面說游下水 不要喝水池水 也不要喝口水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他中午下雨 就看見哪裏有棵竹 即是倒了棵竹水來入口 他已經說得很快 要快 一會流走 一會兒就走 即是棵竹裡邊的水 其實你想想 一下雨 那關棵竹裡邊的水有甚麼事 其實已經講了一個大道理給我們聽 為何會下雨 那些植物已經是一早感受到的 不過去到午時才爆些雨出來 其實植物那裏已經 那些水質就開始變了 變好不是變壞 立即要拿這些水來 師傅 你說這些學問 我們都是做學問 我們都是做教授 但問題就是 你當時李時珍也好 或者是古代的人也好 他們後面後院 或者前院 或者周圍 都是很多竹 那麽可能是中竹 我們去哪裏找竹 大佬 現在現代人們不去 不過 cũng想問 還要去砍 是的 要砍得快 要到等 Could打悶 遲差不多便會不會沒有了 去擦憋眼 其實不是跟雨水有關 是跟竹裡面的水有關 即是吃竹水 即現在 logo要吃竹水 可以喝竹水 просто喝竹水 而且不是不吃竹水 接著 端午節也有很多習俗 通常來說端午節被視為最毒的一天 然後家家戶戶都會燒一些艾草 這也是一種風俗 我預備了很多資料在下一集說 好 不是最後說 師傅這樣噴沉香水可以嗎 有用 但下一集我會多說一些關於端午節的毒 這一集先說神髓 還有一件事 都要順便說 日本人都慶祝端午節 不知道為何搞一搞一搞 他們現在將農曆五月初五 改為西曆五月初五 西曆五月初五 不是西曆五月五日 西曆五月五日 最早期日本都在沿用陰曆五月初五 你看到日本有個習俗有一個旗族是禮語的 其實這個習俗就是慶祝端午節 不過他們都查不到 不知道哪一年開始就不用陰曆五月初五 就用楊曆五月五日代表這個字 他們的東西很奇怪 你想想 我們死人就穿白衣 他們死人就穿紅衣 我們結婚時穿紅衣 他們結婚時穿白衣 所以我們五月初五 吃種 他就做多個新曆五月五日 總之不要管他 然後你說有什麼聲話 要我去解釋 我們給Patreon的朋友聽 好 大家好,我是黃冠一 我和侯師傅的一字記之 新Patreon訂閱計劃已經上架了 我們會在這裡繼續跟大家 暢談環球經濟和時事文生 當然還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風水玄學知識 記得訂閱吧